对讲就爱 民进党又恨 又对抗 要来喊谢国梁 来到基隆 为国会扩权法案宣讲 但民间发起罢免市长谢国梁 二阶段恐过门槛 逐利人台上频频为谢国梁抱屈 仿佛顾梁大会现场 民进党现在是全党要杀一人 为了基隆的未来 希望他们能够回头是岸 能够及时刹车 谢国梁没有做错任何一件事情 唯一一件事情 它可能影响了 某些人特定人的利益 高呛民进党伸手介入罢免 但柴良行动发言人李燕荣 不满被抹虑 反击很多连数都是蓝营自家支持者 这些国民党支持者 他们前来交连数书的时候 就都有说 就是因为他们真的认为 这位市长做得很不好 然后所以他们希望 就是可以先把这位市长淘汰下来 这话国民党显然听不下去 智库副执行长林涛开记者会批评 是前市长林又昌背后操作 若罢免谢国梁确定成案 不排除也对民进党地方明代 韩子勇市议长童子伟等人发起罢免 一定会有非常多不满的人 同样会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差量的行动是公民自发性自主 实际上民进党并没有能力 在地方上去发动 所谓这样的一个罢免 采取反制 我觉得这是跟民意对作 其实基本上我认为是不治的 甚至这样子也会害到 这些国梁 所以实际上真的应该要 悬崖热马的法兰斯朱利伦主席 公民自发性罢免行动 国民党之一政党介入 蓝绿持续走风 谢谢张文哲王常委续宣 台北采访报导